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做出那种执着 不是没有像啊 知道吗 对不对 你今天脊椎好的人 健康的人要念佛 要拜佛 听经文法 做善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脊椎断裂了 好 你讲像不重要 当然重要 脊椎断裂 他也痛得不得了 对不对 他也没有办法坐在这里 是不是 要做了伦理 伦理来这边怎么上课呢 也麻烦 所以我们了解 不能讲大话就是 哎呀 像不重要 回去就怎么样 每天都吃酱瓜配稀饭 到最后暖脚 脚没有力量 像不重要了 反正我就随便吃了 是不是啊 这个是臭皮狼 我告诉你 像可是很重要 要入所论年大定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健康 身体要健康 身体不健康 免谈 什么都免谈啊 讲得那么好听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不能讲大话 也不要懂得 不懂得佛的道理是什么 你看啊 佛教我们要珍惜生命啊 在菩萨界里面讲啊 佛不准佛弟子进去那个 佛陀 不准让佛弟子进去那个猛兽 毒蛇 猛兽的地方 狮子 虎兽 狐狼 毒蛇 只要有这个地方存在 都不准佛弟子进去的 也不准你在那边修行的 你到非洲大草原 随便盖个毛棚 佛不准的 为什么 因为有老虎啊 第一天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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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不见了 为什么 老虎吃掉了 就是啊 老虎吃掉了 阿弥陀怎么不见了呢 老虎吃掉了 是不是 生命是多么的可贵 诸位应当要好好的珍惜啊 看破放下是内心啊 不是没有这个生命啊 不能错误的体会佛意啊 知道吧